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削减赤字计划 他说这项计划将在今后12年内 把美国年度巨额赤字削减4万亿美元 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讲话 概述了他的经济策略 他将美国的债务问题归咎于前总统布什时期 增加支出和减少税收 他还说不断增加的债务最终将影响就业机会 破坏国家经济 奥巴马总统说他提议的这项计划 包括削减国内支出 在国防预算中进一步节省资金 并改革为老年人退休人员和穷人提供的代价很高的项目